大家好 以往我成為過DIC這麼多次升級主持 見過這麼多這麼漂亮 這麼有特色的裝修設計 今次輪到我成為DIC的客戶 幫我的辦公室進行一個大翻身 不過在裝修之前 我帶大家走個圈 講一下我的設計概念 想參考更多裝修設計個案 記得訂閱DIC的YouTube頻道 還有追蹤Facebook、Instagram和WeChat 那你便可以知道裝修完之後的第一手消息 在劇集中我做過紅酒莊的老闆 不過在現實生活中 我都很喜歡摸一下酒杯底喝兩杯 所以就在門口後面這個屏風 這裡做了一個mini bar corner 見客的時候想放鬆一下 又或者在一個忙女偷閒的時候 在這裡喝兩杯就絕對完美了 因為我希望令會議室的空間感更大 所以會議室將會改用全玻璃間隔的設計 再配合玻璃塘門 會議室便足夠通透 在這裡開會都會聰明一點 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樣都很期待 看下裝修之後會怎樣呢 我現在立即帶大家進去看下裝修完之後的效果吧 咦 咦 教主 為什麼你會在這裡 雙龍老闆 我知道你的辦公室準備開張 你本來是我們的升級主持 現在做了我們的升級客人 我們當然要來支持客人 謝謝教主 我做了這個升級主持這麼久 走訪過不同的設計單位 我也一向知道DIC服務又細心 又可以令到客戶的要求一定滿意 所以對DIC絕對是有信心 其實我的辦公室的裝修都很足夠了 所以一想起身就一定想DIC了 雖然這個單位是我設計 不過今次由你們介紹 我們一起去看看 我這個辦公室位於新蒲崗 實用面積大約1,000尺 開放式的空間設計 希望可以營造到舒適的感覺 一個好的辦公室 又怎麽少得一個引人注目的圓關設計呢 今次屏風長身就用了灰白色做主色調 水泥材質再配合LED立體logo 帶出一種工業風的感覺 教主 我個人來說比較喜歡白色的設計 比較簡約一些 近來又流行Open Office 所以我也特別要求了一些寬敞的設計 客人就可以慢慢了解我們的產品 又慢慢試試護膚系列 簡約和寬敞固然重要 不過在辦公室的儲物空間都重要 所以我在這個長身做了一大排的連身軌 加了滲光效果 在上面加了燈箱 減低了壓迫感之餘 还可以令到产品突出了它的重点 同时也做到简弱而且隆重的感觉 为了要减低这个压迫感 我们拆了原有的假天花 然后再用露轨射灯 可以丰富了灯光效果之余 又可以令整个office 看起来更加光猛 还可以够位加了很大的projector 给SORON去展示它们的产品资讯 这边就是我们员工的工作空间 教主建议我们用这种颜色的工作桌 去配合地板的颜色 而另外这边就有一系列的文件轨 我们员工就多了很多收纳空间 因为office 这里只有单边窗 我们同时想保留着彩光度和私隱度 教主提议我们用这个斑马链 就两样都做得到 其实这次真真正正第一次 找DIC设计情报中心 帮我的office 去装修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已经有一个群组 在里面发出所有资料很清晰 而且我发觉设计师真是很细心 不只是说这么细心 而是他好像不分就夜 是好像不用睡觉 有时反过来 我担心他其实你有没有休息过 因为office 很有趣的 就是有时我们是要放工后 才可以进行装修工程 其实他们开到凌晨两三点 都还在这个空间里面 我当时已经在家睡觉 我觉得好像很辛苦 还有很多意见上的东西 我有时一想起就会找他们 他们都回复得很快 这个令我很安心很放心 到我们的自家品牌 是源自于日本的成份和原料 其实当初开发这个品牌的时候 都自己亲身去到日本厂 跟商家去接合 都经历风风雨雨 但很希望可以带到他们 比较适合东南亚东方人 几乎的一些护肤品回到来 我们这里就介绍给大家 而说多一点就是 杜这个品牌 其实这个杜字 为什么会取这个杜呢 就是因为日本那边有 劍杜、茶杜、花杜、油杜 其实护肤也由他护肤知道 所以我们用了这个杜字 如果留意多一点 看到这个logo 道字的设计里面 并非单单是一个中文字 其实里面吻含了一个英文字 日文也是这样读的 是DOU道字 所以大家多一点留意 就可以带出我们这个品牌的概念 嗯 有 上过来一次的 装修期间 我上过来一次 为什么我上来这么少 因为其实真的很放心 但是上来那一次 就是刚刚经过 上来看 其实我上来也很惊讶 很整齊 师傅都是真的进行装修工程 做很多的工作 但是整个地方 你不会觉得很多沙尘 我们走进来的时候 都觉得是舒适的 舒服的 而且是安全的 一些位置是很企丽 又很划分区域 而且很细心的 有时装修的时候 我们很多文件上收不到 师傅特意做了一个盒子 放在门口 怕人们会送货来 或者怎样 帮我们安置了一个地方 所以这一件事 我觉得是 特别要加许的 Office的设计 又怎样少得一个 聚集人气的会议室呢 会议室用了多重放光设计 再配合云石纹 完美修饰墙 和展示板的位置 而放光效果 就令到我们Sharon's Workshop的标识 更加突出 今次装修最大的难度 就是要重新规划整个空间 清拆原本的墙身 再由原本习令的环境 改造一个Open Office 有别于传统的间隔式的Office 又按了Sharon 要Open Office 要宽敞些 用玻璃去做这个间隔 就大派用场了 前面这里我们用了烫门 而左边我们用了折门 它用了这个设计之后 可以增加了实用的多元性 打开了这个折门之后 我们就去到老板房了 这里烫折门是我特别要求的 就可以打通了我间房 和Meeting Room的空间 有朋友来的时候 或者是三五知己 客人来的时候 就可以有大一点的空间聚会 灯光方面 教主帮我选了一款黑色的吊灯 感觉更大 再配合露鬼灯 就算晚上在这里工作 也够光了 教主还善用了长生的位置 增加了储物的空间 可以腾出房间更多的位置 整体的空间感大大提升了 每个地方最满意 说到哪个地方最满意 一定是这个吧桌 因为我没有想像过自己的办公室里面 可以有一个这么安静的地方 可以这么安静的地方 那些客人上来 又可以在这里喝两杯 聊聊聊天 聊聊天 还有它的颜色配搭 就是跟我刚刚开头的构思一模一样 我们做了一个草图的时候 都在想会不会做出来又出入 但原来是一模一样 连那些桂桶的耳朵 全部的位置都是一样 所以其实我最喜欢最喜欢的 就是这个吧桌的位置 我知道整个设计 你最喜欢这个角落 在这个办公室里面有个吧桌 当然是正 做到累累的时间 可以开一瓶红酒 喝一瓶咖啡 精神为之一真 哦 教主 那不是只是我的 那些同事都可以利用这个小小的空间 例如叫一下外卖 煮一下食物 聊一下今天工作的点滴 也很棒的 巴桌设计以灰色和金色作为主吊 简洁利内的设计 令整体的感觉都很舒服 仿色的台面配合同色系的高脚灯 带出一些奢华高贵的格调 因为我们公司产品比较多 所以教主在吧桌旁 做多了个储物室给我们摆一下东西 平时都可以把杂物摆进去 令到外面全开放式的空间更加整齐整结 原本的洗手间已经很残疚 所以在清拆上面花了不少时间 和商人相同之后 我们决定扩大洗手间的空间 采用了型格的水泥设计 令整体设计更加有质感 洗手间这边我们用了灰色来做主色调 另外这边教主特意帮我们做了一个洗碗盘的地方 分割开洗手间的洗手盘 和这边就是洗碗盘 真的很细心 我们已经合作了拍了不少公司的短片 每次我都会问一些问题 这次你成为我们的客户 其实我也很想问一下你 在整体的过程之中 我们所做的事情 你亲身的感受 你会觉得如何呢? 也会不会将会介绍给我们公司的朋友呢? 其实真的做了这么多次升级主持 反而这次我拍这个特辑 这个节目我有点紧张 因为这是第一次做客户 而且很感谢教主你 给了很多很专业的意见 因为我真的对装修这门 真的是门外看 虽然拍了很多 但是很多细节位 我都真的要找专业的人士去帮忙 就算是一条水龙喉 我都真的要拍什么 那个位置是这样的 原来这么复杂的 这些细节位 令到我很放心 很安心满意 而且随时你们又可以找到人去接合 所以我绝对不要担心 如果我将有机会 真的有办公室或者家里要装修 我都一定会找回DIC 设计程库中心 还会一定介绍给多些朋友 到我们一定要介绍一下 我们的黄牌产品 这一款是熔岩女神碳酸面膜 为什么叫熔岩女神呢 因为其实敷了上面之后 真的好像熔岩那样 但是它和市面上的面膜 和碳酸面膜会有不同 市面上的是一包GEL一包粉 而我们这两包都是GEL 但这包混合小这包 大概搞20秒至30秒 就可以直接敷在上面 而且它收毛孔的效能是超高的 还有补水度很高 主力是注养的成分会很多 另外就是市面上的碳酸面膜 大部分都是需要过水洗的 很麻烦 可能去美容院有时 都会帮你做碳酸面膜 但它上了棉的GEL 之后 它要用一个雪条棍的工具 帮你慢慢刮出来 然后再用很多次过水的工序 要帮你做 但这个就很方便 它可以在家里根本是 会完全干的 例如天气潮湿的时候 可能大概30-40分钟 它就会凝固 它就像瓦仔糕的形状 整块起来之后 是无需过水 然后直接做回你的护肤程序 就可以了 另外一个王牌产品 真的不得不提 就是这个度的重点味白 免洗Mousse 顾名思义 其实它是一支Mousse 不是一支洗面泡泡 因为很多朋友都以为是洗面泡泡 它可以肥油敷在你的斑点位置 例如你的面盒上有斑点 又或者是暗瘡印 甚至到夏天的时候 有我们常常穿鸡翼袖的衣服 即是翼下位 有暗瘡的位置 或者是膝蓋 或者去到比肩尼位置 都可以塗 总之有暗黑位置都可以 我们只要塗在大概一毫大小的份量 敷在你的斑点位置 然后大概一分钟左右 然后就塗满了全面 均匀地推开它 是无需过水的 然后再塗回你日常的护肤程序 就可以了 但在市面上一般来说 都很难找到这类似的材料 这是全日本製造 以及真空包装 空运道说的 所以这支是外面不会找到伤痛的 如果想了解更多 欢迎浏览DIC的网站 网站上面除了有近千个 真实客户满意个案 和近二千个有价目的参考个案 不断持续更新之外 还有大量真实设计和3D效果图 而每个个案在网页底部 都有单位架目参考 DIC的每项工程步骤 到别墅严格充程 三大国际ISO指引 当中包括 质量管理体系 环境管理体系 和职业健康及安全管理体系 设计情报中心是 注册小型工程成建商 进至工程有限公司 持牌进行相关的装修和小型工程 而且DIC还推出了自家会员计划 D-Points 提供一个全新优惠平台 给客人使用 只要登记成为会员 无论日后是自己装修 还是推荐亲友选用DIC 都可以轻松赚取D-Points積分 凡是DIC的旧客户 成功推荐亲友开单 并且在发票上 著名推荐人的姓名 和D-Points会员号码 在装修完成后 推荐人最高更可获得 双倍D-Points積分 只要成功登记成为D-Points会员 只要成功登记成为D-Points会员 而且推荐亲友开单 并且在发票上著名 推荐人的姓名 和D-Points会员编号 在装修完成后 推荐人都可以获得D-Points積分 客人可以透过D-Points内的積分 换领各式各样的礼品和服务 现在就立即成为D-Points会员 一起赚取无论